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歐盟就原本打算在星期一的時候發表一份聲明 就香港議題批評中國 只不過匈牙利在背後發工制止這份聲明的發佈 第二單消息 羅馬尼亞政府正式通過了一項法案 禁止所有中資企業和華為 參與當地的5G網絡建設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匈牙利利用什麼借口 去制止歐盟 發表那一篇聲明 歐盟就原定在星期一舉行的外長會議上 發表一份有關於香港的聲明 目的就是要支持 英國和美國等國家 維護香港的人權 但是由於 匈牙利堅決反對 故此 就未能夠取得 歐盟27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於是 這份的聲明 撤回了 路透社引述了 一名資深的 歐盟外交官員表示 說匈牙利所提出的觀點 歐盟和中國之間已經有著太多問題 另一名資深外交官說 匈牙利的確在這份聲明上 持有堅決反對的立場 歐盟 歐盟只好撤回這份聲明 其實在上個月 歐盟就曾經就住新疆的問題 制裁了一些中國官員和實體 當時匈牙利已經顯得相當之意 心不甘情不願 第一 匈牙利就形容 歐盟對新疆官員的制裁 是毫無意義的 第二 在歐盟宣佈了制裁措施之後的幾天 匈牙利總統 阿大爾接見了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這次會面 表態的意味就相當明顯 除此之外 根據南華早報在昨天的報導所說 歐盟原本打算 就香港的選舉制度改革 對中國採取一些新的懲罰措施 包括可能會暫停 歐盟成員國和中國之間的 引渡協議 但是仍然未有定案 為什麼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有部分的歐盟成員國 擔心遭到中方的報復 故此歐盟內部 仍然在就這件事 討論當中 此外 由於歐盟的議案的表決 需要27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歐盟這項建議 其實就很難取得匈牙利的支持 因為匈牙利肯定就是會做好把關的工作 所以 有些消息人士就說 到了最後 這項建議 有可能採取一些 更加模糊 或者是更加少的對抗意味的內容 來取代 目前就有10個歐盟成員國 和中國 簽了引渡協議 報道就引述了一名高級外交官員所說 除了捷克和葡萄牙之外 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都暫停了 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 如果 其他的歐盟成員國 仍然維持和中國的引渡協議 就會顯得相當荒謬 其實現在無論歐盟要想做什麼都好 他們就必須要先過到匈牙利的一關 其實中國 在過去這二三十年以來 就非常之成功地適應到 所謂的國際合作機制 尤其是 聯合國和歐盟 其實中國正正就是看準了 歐盟的機制有一項的弱點 就是他們要去執行某些東西的時候 就必須要取得27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 才能夠落實 但有其中一個反對 就已經拉倒了 而在過去十幾年 中國也加大了在匈牙利投資的力度 而匈牙利總理阿爾班 也是一面倒地向中國靠攏 故此往往歐盟說要對中國 採取什麼反應的時候 就是因為匈牙利的反對而是做不到的 其實聯合國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以往中國就不善於說在聯合國 發揮到什麼重大作用 一直以來 其實聯合國都是西方大國的政治舞台 自從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其實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是全速前進 當中國真正正是富起來的時候 就成功拉攏到很多阿非拉的盟友 於是就能夠在聯合國的體系裡面反客為主 甚至乎現在還大聲到 是帶回美國回頭 就叫美國要重返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就是叫你在聯合國的框架陪他玩 所以中國就是非常善於適應這些所謂的國際合作的框架 好了 至於為什麼匈牙利總理阿爾班 是會一面倒地向中國靠攏呢 他事實上在1998年的時候 已經是做過匈牙利總理的了 只不過去到2002年的時候 就下台了 變成是在野的身份 到了2010年的時候 第二次上台 一直做到現在 在他的第一屆總理任期 和在野期間 其實 他對於中國的態度是極不友善的 甚至乎 他在在野期間還經常 批評當時的匈牙利政府 就說他們為什麼要對於中國的態度那麼友善呢 為什麼要那麼親中呢 他就提出了很多質疑 這些全部是有紀錄的 但是 當他第二次上台做總理的時候 他的對華政策 就出現了一個重大的逆轉 就變成了一面倒地向中國靠攏 大家現在看到 匈牙利其實就是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在中歐的橋頭堡 中空有幾樣的重大合作 比如說 匈塞鐵路 又或者是復旦大學的 布達佩斯分校 以及 匈牙利是首個歐洲國家 來採用中國生產的疫苗 因什麼解救 奧爾班的對華政策 會出現了這麼大的轉變 主要可以分為兩方面的因素 第一就是經濟因素 雖然匈牙利人口 只有九百幾萬人 但是 奧爾班就很想把匈牙利發展成為一個 在中歐的強國 於是他就相當重視 匈塞鐵路的發展 仲然有些分析就認為 空塞鐵路的造價極高 要去到2400年 才能夠回到本 但是 根據奧爾班自己的說法所說 憑借著空塞鐵路這個項目 中國日後要向歐洲擴展的時候 匈牙利就會自然成為中國的戰略伙伴 當空塞鐵路員工之後 中國的貨物 能夠從匈牙利進入歐洲 關稅就自然會支付給匈牙利 而匈牙利就會在鐵路的沿線 開設工廠和物流中心 使得這條空塞鐵路 就會為匈牙利帶來更多的資本 以及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 當然 奧爾班所說的全部都是在做夢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國的貨物 如果要進入歐洲市場的話 大可以經地中海 在海路 向不同的歐洲港口的樹 射貨 這個 一來 時間上邊 更加快捷 二來 成本又比較便宜 三來 路線又更加直接 實在是沒有需要經過匈牙利 而且 現在這條空塞鐵路 只不過是從 布達佩斯搭到貝爾格萊德 如果要使得 中國的貨物經過匈牙利 發送到歐洲的話 還有一段要建 那段是塞爾維亞到希臘的一段 這一段 有段時間都不知道是何時才能完成 所以 奧爾班無非在做一些春秋大夢 也有可能就是這個 冠冕堂皇的說法 可能是 找出來說的 第二方面的因素 就是政治因素 自從奧爾班第二次上台之後 他逐漸把匈牙利發展成為 一人集權的威權政體 更加是被外國 評定為他是一個 半自由的國家 民主就不斷倒退 對於媒體有很嚴格的操控 使得當地的反對聲音 近乎消失 而且又 打壓大學的學術自由 在他2014年的一次演講當中 他就揚言 現在他是建設著一個 非自由民主的制度 他還說世界正在試著去理解 一個非西方 非自由 非民主 但是卻成功的社會體系 他就提出了一些成功的範例 比如說是中國 和俄羅斯 所以大家就理解到 奧爾班的政治理念 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在一人集權的情況下 匈牙利有很多政策 其實只需要 奧爾班一個人拍板 就已經是決定得到 有些非政府組織 就把匈牙利 評定為一個腐敗的國家 究竟 在這個一帶一路的背後 奧爾班是有沒有收取了什麼好處 就不得而知 反正 這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 匈牙利現在是這麼親中的原因 大概就是 經濟和政治的因素 所導致 所以 只要歐盟一日不改變 他的遊戲規則 他們要想做什麼的時候 很大程度上 是會受限於匈牙利的取態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羅馬尼亞政府 在昨天正式批准了一個叫做 5G網絡的立法草案 禁止了中國的企業和華為 參加當地的5G網絡建設 羅馬尼亞政府自己解釋 這是基於風險的安全做法 有必要對5G供應商 進行全面的評估 其實羅馬尼亞不用 華為的5G 就是外界的預計之中 因為 蓬佩奧還在做國務卿的時候 就已經跟羅馬尼亞談好了 說羅馬尼亞會參加這個靜網計劃 凡是參加了靜網計劃的國家 他們就包括了一個叫做結證網絡 結證網絡的意思就是 凡是會導致國安風險的5G供應商 他們就不會用 其中一家叫做華為 所以 羅馬尼亞現在只不過是做了他們的法律程序 來確認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體現到 蓬佩奧的靜網計劃 仍然在發揮作用 只不過 在拜登上台 不久 他已經是從美國國務院的網站當中 將所有靜網計劃的內容 移除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